是什么样的猪猪?竟然能让美国损失15个亿,是猪猪侠要买装备吗?还是猪八戒要买礼物追洗一份? 今天就由熊约带大家,看看为啥猪能把美国害得这么惨 其实美国一开始是没有野猪的,一些捕猎者为了更好的狩猎才带回来,放养在美国的丛林里 那时野猪数量少,威胁不到什么,但它们的繁殖速度快,而且没有生殖隔离,和家猪也可以交配 再加上也没人管它们,这就导致野猪的数量越来越多,成为了美国的噩梦 即使猪的数量多又怎么样,为什么非要和野猪计较呢?这得问美国人了 1988年一头野猪在狭流打,恰好一架F16战斗机正在跑道上高速滑行,可能觉得好玩吧 这头野猪直接朝着战机撞了上去,结果价值1600万美元的战斗机不敌超级野猪,直接飞向旁边的树林 幸好驾驶员使用弹射座椅,逃过一截野猪 这有啥,这大铁块把我头撞疼,我都没说一句话 可见一头野猪的威力有多大,野猪会破坏庄稼 这15亿损失里面,大部分都是农业损失 为了控制野猪的数量,美国人不得不采取行动 他们不仅利用高科技手段捕获野猪,甚至动用了直升机 据统计,在德克萨斯州,一年约有50万头野猪被捕杀 但是这个数量,对于整个野猪族群来说,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这点损失,一年时间就能通过繁殖补充回来 想要真正做到减少野猪的数量 以德克萨斯州为例,每年要捕杀将近200万头的野猪 才能够有效遏制野猪族群的扩大 可以说美国至今还没找出好的方法来对抗野猪 并且如果不及时找出方法,那么野猪很可能成为威胁美国的一大问题 毕竟美国人不像中国人,一人一口就吃完了